哎呀呀不得了了 昨天的题材好多喔 我们先讲战利级这个好了 因为现在战利级比较红 尊身量这个好是战利级啊 什么战利级他也没有写 那应该就这个了 然后再来是洞康圣剑昨天蛮红的 然后再来是 那个什么 刚刚还有一个我忘记了 反正我跟你们讲一个秘密 对也算秘密吧 就是我不知道我发现了一件事情 就是呢 这个游戏跟七龙珠爆裂基战是什么关联啊 我发现有人玩这个游戏也去 去去去玩那个游戏吗 我就觉得怪了七龙珠爆裂基战跟这个游戏 差的有点多吧 因为七龙珠爆裂基战它是那种 它是滑猪耶 可是它送很大 对啊 对啊 每次去玩七龙珠爆裂基战它就一直送龙死 但我觉得啦 七龙珠爆裂基战我觉得 为什么会跟龙量差这么多啊 我那一次回国会玩 魅德 龙量11g耶 吓死 快跟原神一样了 但原神应该不止啊 原神已经破了 一直一直 啊 我不想讲了 我讲到那个龙量我就要晕倒了 它每次更新都 12g12g的在加 太恐怖了 它到底是在做手机游戏还是在做线上游戏啊 它已经是线上游戏的规模了吧 啊 人气还这么高 我真的不懂 如果像 像它那个 心充铁道也是一样啊 一开始出 一开始出才4g吧 然后现在已经6g了 然后再一次更新 又再加2g 天啊 那你搞最后不是跟原神一样了 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他们一次更新都可以增加2g的容量出来 那我们再这样类推的话 再过了几个月 它不就已经好几g了吗 所以这真的很怪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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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讲呢 因为我刚才竟然打到第二关 所以我觉得它容量不知道怎么增心的 我不知道手机之后可不可以越做越大 但手机现在120g 现在是几g啊 100g喔 我当然是需要你手机 手机的容量越做越大 手机可以 现在容量很像128嘛 对不对 但价格我就不知道可不可以再往下 那个 谁寄信给我 今天在讲暴流基站的事情 因为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这张卡片蛮漂亮的 好 好 好